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現在網路很流行 很多祕訣、保養方法 都會在網路上看得到 五花八門 但是 這個也不知道 到底要不要相信它 有的人說 他用雙氧水來保養 雙氧水 還會用 我知道過期的人 要用 來保養 到底還有一種方法 會比較適合 而且比較不會是太怪的 所以今天我們請來賓 來跟我們分享 他們有什麼比較特別 誇張一點的保養偏方嗎 大家互相參考一下 好 首先請到這一位 常常在節目上跟我們分享 一些新的東西 也就是小優 美鳳姐,大家好 好肌膚不是天生的 是養出來的哦 這倒是 但是有的時候 基因也很重要 像我要介紹的這一位 媽媽就是美魔女 所以女兒也就是很正 我們歡迎方琦 保養不再是爽女客題 動靈就從年輕開始 就是 大家好 年輕開始就要動靈了 好強哦 好癢哦 對,然後另外這位就一定 他本身保養得非常好 他有很多的祕訣 也可以跟我們來分享 也就是我們保養單位 凱娟老師 美鳳姐好,大家好 踢爆錯誤的保養觀念 大家都能夠擁有超美肌哦 好的 有什麼樣的保養祕訣 你有什麼祕訣 我其實真的 二十五歲以前 我都覺得沒關係 年輕就像我們方琦一樣 對 覺得我很年輕 這樣就好了 真的 每天熬夜 有時候妝也不好好卸 就 想說睡美人OK的 但是我後來就覺得 好像還是需要一些保養的東西 是 然後那時候我朋友 就介紹我一個很厲害 他說我跟妳講 這個一擦就會亮白 什麼 因為女生都會喜歡亮白 然後我就每天 他就一罐白白 他從泰國買回來的 我什麼都不知道哦 我就每天擦 一直擦一擦 我跟你講 美鳳姐我剛開始擦 一擦我就覺得有白的感覺 真的嗎 真的 就很像你塗 就是白白的那種美白霜一樣 就是白白的感覺 但是我月塗不知道為什麼 過了一、兩個禮拜 開始這邊暗沉起來了 我就想說怎麼會這樣子呢 對啊,為什麼 對,然後後來我就是有 比較熟一些保養品的朋友 就問他說 小優,你擦的那個根本就是化妝品 它其實就是擦了 就會變白的那一種 然後你要 我那時候不懂 我都沒有卸掉 我等於每天都在擦一個 我以為是保養品的化妝品 對 因為它就是一擦 你好像就以為變白了 但是那根本不是保養品 那個是 就像我們有隔離 或是有擦氣墊粉 晚上一定要卸妝 結果他都沒卸妝 我告訴我 我沒卸妝的原因就是 我可能喝多了 我累了 我就要先睡吧 還有一種就是拍戲 偶遙 我沒有時間再重新試 反正再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就準備 所以我就不卸妝 但基本上能卸妝 讓皮膚稍微休息一下 是比較好 對,沒錯 所以這用不著 所以每個餐廳、說明書 都要很清楚 對啊 方琴這麼年輕 其實我覺得我還滿幸運的 因為我都是跟著媽媽一起保養 媽媽 對,他擦什麼都擦什麼 包括他在櫃節目上 也得到很多一些保養的資訊 他都會回去跟我講 但是因為我小時候 就會覺得同學說什麼 我就會想跟著聽 然後同學就是那一種 就是不管什麼東西 都覺得說 我想跟大人一樣 他們說就是像蘆蕙 他們覺得蘆蕙很保溼 他說我跟你講 擦這個 對,他就說擦這個就對了 那種保養起來跟大人一樣什麼的 就是同學講什麼 就會跟著聽 蘆蕙 其實蘆蕙是還... 蘆蕙蕙是好的啦 是保溼的啦 對,只是說蘆蕙還有分不一樣嘛 對 不過基本上它這個方法是還OK 其實年輕 我跟你講年輕就本錢 我在年輕的時候 我超愛晒太陽 然後就是日正當中這樣晒 這是不對的 可是我就上天賞飯吃 就以前晒成這樣 現在還可以這樣 我就覺得很感恩了 超厲害的 但是就要知道 這防晒太重要了 而且這個不要在那邊 翔陽的時候晒太多 對 晒一下太陽是很好的 對,但是不能過亮 老師的保養 像我自己其實我都說 我是有職業傷害 因為我們每天都要 試各式各樣的產品 對 確實有的時候 也會出現敏感的狀況 好 我聽過最誇張 就我剛剛有講 就有一個好朋友 叫方文玲小姐 他真的用口水耶 真的耶 塗自己的臉 早上起來就口水 我就... 這樣不是很臭嗎 我有聽說過 然後我有問過 我有長輩他是這樣子 我就說 可是這樣你塗不會覺得很臭嗎 他就說不會 那個味道 它過於真的就會揮發 這樣子其實是對臉很好 而且這樣很渴耶 對,最後就沒知覺了 算了,反正就是... 反正都是單身嘛 旁邊沒有人在我 沒關係 但是口水 是一個中醫 中醫是有這樣... 真的有這個方法 有 是有聽說有這樣的方法 不過我倒覺得就是說 本身就是飲食 其實要稍微注意一下 沒錯 那麼熬夜盡量的時間 就不要拉太長了 對啊 再來就是因為 要注重一些內在的保養 因為很多在年紀 雙方是年輕 不過很快很多都會慢慢流失 對啊 所以網路有太多... 很多的偏方 我聽過很多 來分享一下 像是剛剛美鳳姐有講說 就是什麼麻油 我也聽過 然後之前還有女藝人 會用那種鳥糞 鳥糞糞 對,有 日本之前也很有型 還有什麼壞掉的牛奶也可以 但是因為我覺得 很多人還是會喜歡看偶像劇 覺得奇怪 偶像劇女主角 都用 有沒有 都是切薄片 然後這樣子敷著 然後跟男主角聊天 或者是 所以有一陣子我就跟我媽說 媽,你今天去菜市場 就是幫我買檸檬跟小黃瓜 然後我就照三餐這樣敷 我 別人是越敷越亮白 我 對 為什麼 就是很奇怪 我跟你說 太刺激了吧 你看那個電影 看美劇都常常這樣 對啊,都是這樣敷啊 你會覺得很時髦 但是那個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怎麼說呢 我們知道檸檬裡面有維他命C 對 維他命C就是養顏美容的 尤其是美白的聖體 是好的啊 可是檸檬萃取的維他命C 它叫作 其實這個酸 如果你沒有稀釋 它是一個 強的酸性 它有腐蝕性 特別是如果你是外用的話 真的是很容易會出現一些傷害 特別它有講到說有 如果你是喝純檸檬汁 還可能會瓜味對不對 傷味 所以其實真的不要這樣做 妥當的稀釋 而且外用真的千萬不可 對,太刺激了 很危險 剛剛美鳳姐有講的那個 雙氧水的故事 對,那是一個 好像是一個美國的女性 然後它就是 一天好像是用一到兩次 然後就是要沾 用毛巾或是布沾 雙氧水 就這樣敷哦 然後要敷七到十天 據說就會變白 這麼往路後 你們這樣一看就會馬上相信 想要趕快追隨 因為你知道那個女明星 就是長得很漂亮 你就以為是真的 雙氧水聽起來就好像很... 就是會讓你臉... 你知道嗎 醫療用的這種雙氧水 它其實就又叫做 這個成分 相關數據告訴我們說 只要到達濃度3% 它就有很強的滲透性跟氧化性 如果你長期用在皮膚上 不但會變得 而且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長期使用 還有可能會變成 就是會幾大幾大白白的這樣 得不償失 千萬不可 很危險的 好可怕 對啊 對 然後我還有聽說 老一輩的人常常說 他們會很建議吃 深色或是黑色的食物 有 有吃到這個 懷孕的食物 對,他們說這樣生出來的 寶寶會黑 然後孕婦自己也會黑 然後都要吃白的食材 對,一定要喝豆漿 對 喝牛奶 什麼黑色、黑豆 那些都是距離 對 有個肚子吃 水餃都不能再醬 說這樣才會白 我跟你講,你說到這個 我就想到 我以前外婆還在的時候 她就是一個 堅守要美白的女性 真的是黑豆、醬油那些 它都不碰 我媽媽說 她記憶以來黑色食物都不碰 但是其實後來相關的 醫學的期刊告訴我們 其實 對不對 黑豆、荷手屋、黑芝麻 其實都是很養生的 所以其實我們還是要 矯正一下觀念 也就是說 除了我們外在保養之外 我覺得說攝取食物 我剛剛講的 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大家都很忙 沒有人早上起床用東西的話 都是外面買的就吃 那其實有些營養不夠 但因為大家都很忙嘛 對 就盡可能的話 我早上起來都會稍微簡單 一個東西 煮一下、喝喝熱湯 其實對我來講是很舒服的 對 就每個體質不一樣 但是我真的知道 有吃東西就有關係 對 你的精神也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在食物當中 可是很多的食物有時候 我們沒辦法攝取到很多 的確就需要一些補充 對,需要一些補充 因為我覺得保養皮膚真的是 我身邊很多女生 朋友都會分享嘛 他們覺得真的是 你擦得瓶瓶罐罐 都沒有比你真的把自己的 內在的體質調好 當然如果睡得好 或是膠原蛋白有夠 對 水果吃了有夠 有時候沒辦法吃這麼一個水果 對啊,吃不完啦 我還是會逼自己 就是可能 譬如說一個禮拜你再忙 你就是偶爾還是要吃水果 對 便利商店也都有賣 對,都有 香蕉、芭蕉什麼 還是要吃 他說耶 真的 他說一個禮拜 我以為是每天 對啊 每天 我盡量再維持每天 我想說一個禮拜 因為講每天我有點心虛 對,每個禮拜 盡量逼自己吃水果 對,週末一定會逼自己吃 然後再來就是 可能還是會逼自己吃一點燙青菜 青菜的部分要保養 還有一個我覺得很推薦的女生 一定要吃就是 對啦 對,蔓越莓裡面有 還有千花青素 這個東西除了對身體好之外 還有保養我們的私密處 難做 因為我們女生私密處 很容易發炎 我發現蔓越莓平常有在吃 那個發炎的次數就會減少 但有時候又怕蔓越莓 有些東西它太甜 對 蔓越莓或是什麼果乾 或是說蔓... 就會怕它... 要剛剛好 不要太多 因為會怕胖嘛 對 會怕胖 對 其實女生,我跟你說 如果說這個吃下去 我跟你說 都很純粹 整個氣氛又好 女人都敢吃耶 馬上吃 只要是為自己漂亮好吃 都吃 對,像食補的話就是 我媽媽除了平常生理起來 他會燉什麼 給我喝之外 還有剛剛講到水果 就是其實我自己也是 沒有到很喜歡吃水果 但是媽媽... 對,我不喜歡 可是就是爸爸媽媽都會講說 女生怎麼可以不愛吃水果 要吃水果才會漂亮 所以也是每天盡量都會 跟我說要吃... 不會要逼我 但是就是說 就是幫我可能準備一盤 什麼很多顏色都有 就說今天要吃完這樣子 對,說 好幸福哦 媽媽要這樣照顧多好 對啊 對 有人準備就要按時吃了 真的 因為他們有時候自己住外面 那就沒辦法 對啊 你說媽媽住在一起 要珍惜 媽媽的愛心 對 我們要多吃一些 都希望是對皮膚好的一些營養品 什麼樣的食材 對我們皮膚都還不錯 薑原蛋白很多的 我有一陣子都會吃那個什麼魚耶 那個什麼魚 這個 漫波魚 漫波魚 它膠質很多 對,膠質很多 對 而且它的油分其實也算少 所以對人體來說 應該是一個很好的營養來源 可是平常的食材補充上 剛剛其實聽各位這樣分享 還是有一個關鍵成分 就是 好,就是在很多的 蔬果當中都有 蔬果 對,其實台灣是水果王國 所以很多的水果都有維他命C 不只維他命C 有很多的礦物質 微量元素都在當中 我覺得特別推薦大家就是 珍珠芭辣經過研究 珍珠芭辣 它的那個C含量是真的比較高 又比同樣 比如說香蕉、鳳梨 糖分少很多 所以真的如果想要補充一些 營養價值 其實芭辣是個不錯的選擇 我很愛吃芭辣 我覺得現在其實 各種水果在台灣你不缺的 但是我會建議大家說 不要專挑甜的吃 因為現在怎麼買都是很甜的 對,很甜 你就稍微要忌口一下 其實尤其是女孩子 莓果 綜合性什麼莓果都可以吃 比如說剛剛說到的蔓越莓 還有一個很推薦 其實糖分也算少的是 藍莓 藍莓真的是可以讓你變得 又青春又漂亮 除了這個之外 如果你在夏天 覺得天氣很熱、沒有胃口 你可能會要吃的是生菜沙拉 是 對不對 可是尤其是女孩子 可能會常遇到手腳冰冷的問題 會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你沒有辦法吃的是 全部都是生的食材 做溫的沙拉也很好 溫沙拉 比如說稍微把這些蔬菜穿燙 但不要燙太久 我會用蒸的 也可以,對 蒸一下就好了 蒸一下 你不要說真的都變軟爛 不要 好,營養價值都流失 然後加一點點堅果 好,堅果有好的油脂 所以你又會有養顏美容的作用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知道說蔬菜類當中 也有很多富含微量元素的 特別是 維他命C跟B群 比方說像是 花椰菜它有綜合的B群 還有維他命C 另外一個是什麼成分呢 就是我們說到的 番茄 番茄要知道入菜的時候 要加一點油加溫 它的效果比較好 因為它會融出 對 好,另外還有一個 就剛剛講到 看電影有的小黃瓜 小黃瓜其實也就是維他命C 維他命B群當中也都會富含 所以如果你在做食材的選擇的時候 去超市逛街的時候 你就可以專挑這些來做補充 比較不會有負擔 是 因為剛剛其實有提到很多食材 像凱俊老師也有講到 但是有時候我們就是很忙 對啦 忙 然後有時候通告滿重 或者是很多上班族 沒有時間的時候 那要怎麼辦 你可把那時間在看手機或上網 對 在那邊滑手機 也不要吃飯 對,然後大家都在忙 沒時間吃水果 沒時間補充那些營養素 那要怎麼辦呢 我就有發現一個小法寶 都是一 營養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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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為什麼我會發現它呢 其實是因為我最近就是可能 譬如說常常出國 然後好奇怪哦 只要我要出國 朋友沒有問我什麼時候回來 他們是問我說 可不可以幫我買這一罐 對 對 之前去日本也是好多人都在搶購 我都帶過好幾罐回來 為什麼這個營養素這麼厲害呢 我有特地上網做功課 因為營養素裡面 還有小分子的營養素蛋白 它比較促進人體好吸收 再來它裡面 還有豐富的維他命B 維他命C 維他命C 它是促進膠原蛋白的形成 而且還有抗氧化的功能 非常重要 再來維生素B 可以維持能量的正常代謝 所以讓人體的循環代謝變好之後 你的肌膚就會由內而外 越來越好 越來越美麗 所以它維他命B也有了 C也有 然後還有膠原蛋白 都有了 都在裡面 所以就是剛剛我們講的很多 生活需要的一些營養素 都在裡面 其實都在裡面的 如果你真的很忙 沒有時間去吃青菜 沒有時間吃那麼多東西 我覺得就是懶人保養法 對 然後我覺得就是保養你自己的健康 因為我真的覺得你抹那麼多 瓶瓶罐罐 你不如就由理到外做身體的 這樣的循環代謝調整好 這樣子美麗就會一直持續 這倒是都很重要 另外都是很重要 但是因為抹還比較方便 吃你還去整理 要去買東西有比較麻煩 但是這樣的保養倒是挺不錯的 就是跟大家講說 你們不要只是治標 要治本 是 對 這樣聽起來我覺得 好像不只是女人 男人也可以耶 對啊 應該也可以吃... 都要 其實男生、女生都要 而且剛剛小優 剛剛講到B群的社區 對於人體真的很重要 它其實是可以維持 我們身體正常的機能 另外一個是它缺一不可 因為它都是維持紅血球 正常運作的一個重要能量 所以平常來說 我會建議說 如果你要忙著工作 沒辦法正常吃飯 那補充品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如果這些綜合B群你又缺失 尤其是女孩子比較常會這樣 你會發現到會有貧血的問題 那我想要問一下 因為像我以前也有吃過一些 膠原蛋白 它可能有一些會有一點怪味 沒錯 因為我之前就是聽到膠原蛋白都在想說 因為我之前吃過很多藏牌 都會有一個味 對 吃了會沒有那麼開心的味道 對,不好入口 可是我發現它完全沒有那個感覺 而且它很小顆 很好方便攜帶吃這樣子 因為我之前吃一些B群也好 都超大顆 一個這麼大顆 我還會噎到 對,我還會噎住這樣子 其實你就是 每天就是攜帶它 不用大罐、小罐帶一堆東西 吃它就好了 一個小盒子 然後就放進去 我就會分在我的小藥盒 對啊 因為它 很方便 很方便 不只是說年輕的 或是年紀慢慢大了 我覺得就是說 從年輕就要懂一些資訊 年輕是有本錢 可是你懂得保養 保持住它 保持住 對 年輕流 就可以... 年輕流比較... 但是就是說 它這個應該是沒有分什麼年紀 或是幾歲 可以吃、不可以吃 跟我們一樣 我覺得這個就是 只要你愛美的女生朋友 不管是二十歲的小資族 三十歲的上班族 或是我們四十歲的美魔女 你喜歡 你想要漂亮 又想要營養滿分 都可以吃它 男女應該都可以嘛 我剛剛講 都可以 而且其實它當中 剛剛小悠有講到 它是小分子的 小分子的膠原蛋白 又有維他命C 又有B群 所以如果我們真的 忙碌的時候 沒辦法做食物的補充 這個補充品 我建議你就帶著 對 其實我老實說 我今天出門工作前 我也是吃這個 真的嗎 對,因為你就可以確保 自己的營養素是足夠的 你就可以出去打仗了嘛 是 就是 你美麗也加分哦 它講到重點 營養也滿分 漂亮 我們皮膚各方面的皮膚也加分 對 好的,今天那個小悠來呢 它是真的很棒耶 它沒辦法 然後還要跟大家分享小禮物 我還有小禮物 因為我知道很多觀眾朋友 你們都會有這樣的問題 今天收看了 美鳳有約之後 記得到我們節目的結束後 到美鳳有約的官方粉絲團 回答正確問題 就有機會可以得到 神祕小禮物哦 太好了 沒錯,太好了 謝謝小悠 我覺得保養的方法有百百款 什麼樣的方法呢 其實不要聽人家說 你就要吃 你還是要去了解 譬如說人家這個平白 對 日本要怎麼做這些東西 日本做的就是很認真 對 這些東西讓我們比較放心 不過我們也是要去了解一下 是 如果看節目了解 好,很多的偏方只能做參考 而且最主要你要像說 你覺得這東西不錯 你可以試試看 搞不好你又找了一個很適合自己的 對啊 適合自己的方法 我們漂亮又加分 對不對 又有精神 又有元氣 對,這是很重要的 家庭、主婦、職業、婦女 大家都在忙 所以要懂得照顧自己 非常謝謝你的分享 謝謝鳳姐 謝謝老師 謝謝美鳳姐 謝謝 一天三個 一天三個 很方便 很簡單